如果印表機無法取紙或禁紙,即使您已經放入紙張, 仍可能收到加紙訊息,請依照下列步驟解決問題。 紙張品質不良可能導致印表機無法取紙或禁紙, 此步驟需要使用手電筒。 關閉印表機電源。 抓住紙匣二的把手, 並將其向您的方向拉出以開啟。 將紙匣二完全滑出印表機。 從紙匣取出所有紙張, 取出任何撕破、皺褶、 捲曲或折彎的紙張。 仔細查看紙匣一的禁紙插槽內部, 以及紙匣二的禁紙匣。 用手電筒檢查紙張路徑中是否有任何障礙物。 將紙張寬度和紙張長度導板向外推出, 到無法推出為止。 將紙疊放入紙匣二中。 將紙張寬度和紙張長度導板向內推, 直到貼緊紙張的邊緣為止。 請勿過度推入導板, 以免造成紙張彎曲。 使用導板來確定紙張沒有堆疊過高。 將紙匣二完全滑回印表機內。 開啟印表機電源。 重新嘗試列印。 如果錯誤持續存在, 請繼續執行下一個步驟。 調整進紙匣設定。 以符合印表機中放入的紙張, 可解決加紙錯誤。 在印表機控制面板上, 觸碰設定。 然後觸碰系統設定。 觸碰紙張設定。 然後觸碰紙匣二。 觸碰紙張類型。 然後選取紙匣二中放入的紙張類型。 觸碰紙張大小。 然後選取放入的紙張大小。 重新嘗試列印。 如果錯誤持續存在, 請繼續執行下一個步驟。 列印清潔頁以清潔印表機中的 送紙滾筒與取紙滾筒。 在印表機控制面板上觸碰設定。 導覽至服務並觸碰該項。 導覽至清潔頁並觸碰該項。 將一疊普通白紙放入紙匣一。 觸碰確定。 列印清潔頁。 重新嘗試列印。 如果錯誤持續存在, 請繼續執行下一個步驟。 重設印表機。 可以清除虛假的禁止錯誤。 確認印表機已開啟電源。 轉到背面。 拔除電源線。 將電源線從電源延長線插座 或突破抑制器上拔下。 至少等待60秒。 將電源線直接插入牆壁插座。 將電源線的另一端 重新連線至印表機背面。 轉回到正面。 印表機電源會自動開啟。 如果沒有開啟, 則按下電源按鈕。 重新嘗試列印。 如果錯誤持續存在, 請繼續執行下一個步驟。 如果已完成所有步驟, 但問題仍然存在, 則可能需要維修印表機。 您的維修選項可能因您擁有 印表機的時間長度 及所在國家、地區而已。 請聯絡HP 來尋找印表機的支援選項。 請聯絡HP來尋找印表機。 請聯絡HP來尋找印表機。 現在的維修產項可能有特色有效。 內容量 TCF以來尋找印表機能變成尋找印表機。 加那樣, 只要達成一位您稍後。 用廠ique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